中东局势风云突变 美军空袭巴格达 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玛尼身亡 市场动荡加剧 美欧股指全线下跌 避险情绪升温 金价升至数月高点 伊朗将军被斩首 战争威胁如何冲击市场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的元旦 刚过的两天的时间里边 美军应该说是一点都没休息 在3号到4号连续24个小时以内 美军是连续的采取了三次的斩首行动 这其中的一个重点 就是用无人机空袭了伊拉克的巴格达机场 在这一次空袭当中是造成了伊朗的一位高级将领 圣城旅的领导人苏莱玛尼的身亡 这个事件让2020年初中东的局势是骤然的紧张起来 全球的市场也为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到底这样的一个事件会给全球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 一位是郭利言 还有我们的药师财经评论员刘哥 我们先和两位和观众朋友先通过下面一个小片 先来回顾一下这起空袭事件 据了解 袭击发生在3号凌晨1点左右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高速路上 袭击造成两辆车被毁 至少8人死亡 当中就包括了卡西姆·苏莱玛尼 今年62岁的苏莱玛尼是伊朗军方的重要人物 他领导的圣城旅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负责秘密行动的分支机构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苏莱玛尼遇袭身亡后 伊朗方面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表态 誓言报复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 美国在中东地区犯下了最大的战略错误 要对冒险犯罪的一切后果负责 而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兰普在讲话中称 美国并不想对伊朗发动战争 发动这次袭击是因为苏莱玛尼正在策划危及大量美国人生命安全的行动 目前美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美国国务院发布紧急安全提醒 要求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伊拉克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称 五角大楼将向中东地区增派大约3000名士兵 以应对局势升级 以此明目张胆的这个暗杀行动 到底会给国际的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金呢 再次介绍参与我们演播是讨论的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研究员郭立言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先请教一下刘哥 可能很多人对苏莱玛尼这个人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看今天很多报道 给的前面的前缀挺多 叫中东之虎的也有 伊朗的实际23号人物也有等等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物到底有多重要 为什么要这么高调的刺杀他 斯拉玛尼在伊朗 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一方面就是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另外也由于他传奇的这种出身 和平民的出身和传奇的经历 所以他在伊朗的话 他是有一种偶像成外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一位军队的领导人 虽然他的军衔是少将 但是在伊朗少将是他的最高军衔 也就是说有上校军衔 也就是四五个人 包括三军各个军种的司令和他 同时他又是被伊朗宗教领袖 这个哈梅内仪的话所重点的 今年还受了勋章 而且说过一句话 苏拉玛尼是活着的烈士 所以这样的一个有特别大的影响力 然后有一种偶像般的 这种被喜欢和崇拜的这样的一位将领 那么被暗杀 或者是我们叫被斩首 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在伊朗国内 他引发的这种愤怒之火的话 应该说远远超过之前 产生的那些冲突 对我们看有一些报道 甚至还说他有可能是下一届 伊朗总统的一个非常可能的人选 但是这样的一个明目状 我都想不起来上一次 这样一个国家行为 在国外把一个国家的 正式的高级官员或者将领刺杀 是什么时间了 我一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很少听到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在非交战状态 然后一位外国的主要国家领导人 会在第三国被打死 这样的一个案例 应该说是很少听到的 对所以听了刘哥的这个介绍 丽燕你觉得这样一次刺杀的行动 是不是已经触及到了伊朗的底线 因为过去几年我们看到 尤其特朗普上台 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 但这一次是不是真的触及到底线 像今天有的媒体说的 2020年可能真的要正式的开打了 我觉得是触及到伊朗的底线 冲突的背后的根源 其实是石油美元秩序之争 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往两年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是不断的升级 现在伊朗基本上只能靠石油 这样的资源向海外出口 来获得它能够生存和持续的这些资金 那么其实伊朗在制裁升级之后 也想绕过美元来进行结算 跟需要中东石油的一些国家 来继续保持石油贸易 但是这是被美国所不允许的 因为石油美元秩序 是美国在当前全球油气市场 它需要捍卫的一个主体的利益 两者在利益方面 现在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冲突 那么这个背后 其实是涉及到了相关的美国及其盟友 和伊朗的整个体系秩序之间的冲突 你说的这个美元和石油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之前 美国采取一些极限施压的手段 包括的经济封锁 退出伊核协议等等 但这一次的这个暗杀行动 是不是又加了一些砝码 把以前的这个经济的制裁和打击 上升到了某种国家精神 或者就像刘克说的 它是一个国家偶像的 这个打击的层面上 定点清除这样的一种关键人物 美国应该说是一箭双雕 一雕是什么 就是对于伊拉克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 其实他一直特朗普上台以后 希望从中东适度的抽身 不要把那么多的精力 那么多的钱都花在中东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美国抽身 那么伊拉克就可能变成 伊朗的势力单位 因为伊拉克 它的什叶派的群众 占的比例已经超过50%的 所以在伊拉克 伊朗的势力已经长期渗透 那么如果要是美国离开了以后 或者是减少它的兵力和战领 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美国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来遏制这样的一种趋势 另外还有就是说大选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这回 在这导火索之一 在12月31号发生的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被群众示威游行和冲击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话也让美国 想起来多年前 1979年的大使馆事件 所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 但是立言简单地分析一下 美国的这个立场 你看我们片子里边也说到 包括特朗普和蓬佩奥在内 都在不厌其烦地表示说 我们不是要发动这个真正的战争 我们是在阻止一场战争 那接下来美伊之间简单地说 你觉得会陷入一个什么状态 我觉得可能会陷入一种 不战不和的一种胶着的状态 首先其实从美国它这边而言 它如果想这样的话 它要通过一些的议会通过 要整个的一套程序性的东西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当前各个方的力量 是在斡旋 希望能够克制 不战不和 可能是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局面 但是市场就最怕这种状况 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纽约三大股指是全线下跌 油价金价同时也大涨 我们来看看市场反应 3号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华尔街分析师警告称 美军自杀伊朗高级将领 将导致中东紧张局势急剧升级 未来可能会继续冲击市场 美伊对质升级加剧了市场对产油重地冲突的担忧 国际油价三号一度上涨超过4% 触及去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预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二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63.05美元 大涨3.06% 三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68.6美元 涨幅为3.55%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 也引发市场大量购买黄金等避险资产 受此影响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 焦头最活跃的二月黄金期价 三号上涨24.3美元 收于每盎司1552.4美元 涨幅为1.59% 这个暗杀事件之后 李延最明显的反应就在股市和油价上 很多人判断说 那是不是2020就真的开启股市下跌的行情 油价一路上涨的行情 你是怎么判断 我觉得当前市场短期波动是明显加剧的 但是长期还要看基本面 这个态势是不变的 其实现在看到金价等等避险类的资产 包括金价金银价 包括可能有的国债类的 那么可能在开始之后 先说说油价 因为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油价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原油的国家 其实从供给面 从供需平衡的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无论是欧佩克 还是美国的MI 它都已经给出来了 当前是公共欲求的这个态势 那么大家也看到欧佩克在协议减产 12月已经有的执行过程当中了 但是这一次短期是把预期明显的大幅抬升 产生了这个冲击性的这个方面 如果未来 那么它涉及到通道安全 涉及到相关的运输领域的这个安全 产生了这个实质性的供给缺口的话 短期还会进一步的抬升 油价波动的这个中枢 你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 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紧张局面的这种控制了 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构成短期的这个供给性的这个冲击的影响 金价你怎么判断 目前大家来看已经是一个几年来的一个高点了 去年一直 基本上现在就是去年的一个高点的水平了 是 金价可能短期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抬升 但是我认为啊 中长期还是要看全球经济的基本面 它作为避险资产 要看全球经济复苏的这个态势 还有当前这种冲击 对于全球的这个供给跟需求 总的这个关系的变化 这是对金价 然后刘哥怎么看待伊朗 因为反应也非常强烈 是誓言要报复 那你觉得怎么判断 接下来伊朗的行动和市场的反应 对这个报复肯定是要进行的 因为对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 它所给大家已经形成的 他们的民众里面对于自己国家的这种尊严的这种 维护的这种期待 所以它肯定会报复 但是这个报复呢 可能它又是有节制的 因为毕竟呢 它没有和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这样的一种基础 核实力 所以呢 那可能是在 比如说在伊拉克 在叙利亚等等 在一些带领人之间 那么最后呢 那可能进行报复 但是这个报复到最后呢 到底互相之间的报复 烈度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现在很难说的清楚 但是至少在伊拉克 可能呢 产生的影响就比较大 因为伊拉克现在也是全球第四 还是第五大的石油生产国 那么本来呢 现在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啊 经过这个伊斯兰国这一态折腾啊 那么现在正在恢复 如果伊拉克的石油 受到了一个特别广泛的这种影响啊 由于他们之间的冲突 那可能对于油价的这种影响 那就会比较大了 但是高油价你觉得特朗普能接受吗 因为一旦真的中东乱起来 和他这个一直想保持低油价 维持经济增长的初衷又背离啊 就是如果要是这种冲突的烈度失控呢 那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波动 但是对于国际油价总体上 油价是不是再能抬到80元美元以上 100美元那个情况呢 可能也未必 因为我们看到在15年16年的时候 伊斯兰国闹腾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其实油价也没有因此呢 那已经打到那么厉害啊 很多油田呢都被伊斯兰国占了 也没有导致油价大幅的上涨 但是呢 阶段性的在打仗之前 在开战之前 这个油价的波动 浴气的波动 来推荐价 会有一段上升 对就像力言刚才说到 市场可能还要重点看一下 供需的关系 包括很多分析师认为呢 现在美国的这个 钻井的数量在减少 库存在减少 恐怕在下一周 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油价上面 当然除了油价和金价以外 很多人看到在汇市 尤其是日元 最近也因为这个事件的波动 上涨幅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马上来连接一下 正在东京的财经频道 特别记者王翔 王翔 我们看到这个欧洲时段的时候 日元汇率升到了 三个月以来的高位了 你是怎么来看待 日元上涨的这一波行情的 好的周映 两位嘉宾好 那么随着市场上 不安情绪的增强 为了规避风险 许多投资者卖出美元 买入相对安全的日元 那么这就导致 3号欧美市场上 日元迅速升值 从1美元对108.5日元 上涨到了107.9日元 那么这也是两个月来的最高点 那么尽管之后有所回落 不过仍然要比前一天 上涨了0.4% 由于日本现在还处于新年假期 所以目前日元汇率 如果和东京外汇市场年末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比较的话 升值幅度已经达到了将近1% 那么就在美国袭击 伊朗军官的前一天 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日本十家银行和证券公司 发布了2020年 也就是今年年底时候 日元汇率的预测 平均值是1美元对107日元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新年还没有过完 日元就已经上升到了 这个平均值的附近 文章还提到 日本业界人士认为 今年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 还是会来自美国 那么这个话音刚落了 美国马上就给 全球市场挖了一个坑 日元汇率面临的这种上升压力 对于日本的汽车 机电等出口行业来说 很明显是一个不利因素 另外日本的原油供应 将近九成来自中东地区 所以中东局势的趋警 也让日本能源安全受到了威胁 那么去年日本一方面 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停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 另一方面 首相安倍晋三又多次 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 那么主要的目的 还是想要维持稳定的石油供应 以上就是我们在东京的观察 周应 好 谢谢王翔 李彦你看 从王翔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 已经今年日本提前完成了 日元升值到对美元1比107的水平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以日本这样的 负利率为典型性的货币政策的国家 因为这个事件是不是 它的货币政策的能够市场的空间 就进一步的压缩了 它本来也没有很多的 更多的市场空间了 这个片子完全的说明了 全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 会影响全球市场 很多相关的经济体 在其中他们的整个的 这个资源的供给的一个状况 然后包括相关的外贸 包括它产业发展 但是你怎么看待 比如说传统的这几个避险的货币 美元 日元 还有瑞士法兰 对 它接下来会 怎么接下来怎么走呢 会继续的加速的升值吗 包括刚刚开始 这个降息周期的美元 也会开始升值吗 在这个不战不和的这个胶着状态 预期肯定是狂热的 它可能会使得一些 会有进一步的抬升 但是进一步的消息体现了 那么我想市场还是会去考虑 有理性的去考虑 它的升值空间的 刘哥判断这个水平 107目前这个水平是今年的 2020年的是一个高点了吗 这个很难说 因为现在就是真正的判断 就是在伊朗的反应做出来之后 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预期 那么因为现在来看 就是目前因为伊朗还处在一个哀悼期 然后只是表态 是吧 它没有太多的 那也许由于这种 这个报复行为 然后就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确定性 因为现在呢 在叙利亚那边 在伊拉克 然后呢都会有 已经就是伊朗的 它对什叶派的这种支持的话 形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势力 而美国如果要硬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那可能互相之间的这种 不可调和性的话呢 就会增强 那么如果由于这种冲突 最后导致的不确定性 那么可能对整个国际市场上 最后产生的影响呢 那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但是反过来看 刚刚开始的这个2020年 还有很多的大事在后面 你看今年还是美国的大事年 这样的事件 搅和在这个中东的这个乱局当中 你觉得接下来贯穿全年 这些避险资产 会不会都是一个 波动力上升的开始 不一定是一直升 但可能是波动力增强 那么今年全年 其实重要的大宗商品 油气全球的市场的供求格局 都在重塑的过程当中 像是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市场支配力 是不断在增强的 在增强的过程当中 一定与既有的那些主体之间 会不断产生 如刘老师所说的这种冲击 那么相关的避险资产 相关的其他类的工业资产 它可能会有一个波动力明显上升的 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量 就是说整个需求量的改变 需求的改变 包括中国对于能源的这种需求 那么今年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也是国际市场上 对于油价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 但是你看可能考虑这个需求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供给出现 也会搅乱这个局势 尤其美国在考量自己的 从去年11月份成为一个原油净出口国以来 在今年这样一个结果眼上 美国的这个原油出口 会不会也伴随这种乱局 大幅度提高重塑整个的国际原油出口的乐局 不排除有些原油的供应国 它的供应在减少 因为通道等等的问题它减少了 那么新的这个原油供给的势力 会用它的原油的产量 去弥补市场产生的缺口 那么这就是全球油气市场 在重构过程当中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新的过程 那么像日本您刚才说的 九成以上原油对外一产 我们国家的对外一村租也在七成左右 像这类的国家需求方 也参与到整个的供求 重新平衡的过程当中 它要寻求更加安全 来源更加可靠 通道更加可靠的这个供应来源 对 但这前提就是地区的安全和和平 好 感谢两位的分析 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的这次空袭行动 对于全球经济来讲 毫无疑问是一个空头一样的消息 而伊朗的报复相信 也在这个来的路上 会不会有更大的空头消息来落地呢 总之2020年一开头 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 对于全球的和平来讲 不是个好消息 和平依然脆弱 而不确定性依然很强 好 感谢您关注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明天见